哈囉大家好 要來介紹下禮拜的活動 首先 又關於神魔學員祭 在下禮拜有兩個算是新的東西 第一個福利關卡又有新的福利關卡 而這個就是可以來刷田諾女孩以及異彩史萊姆 算是配合並肩夥伴的新角色 而特別推出的練技術材關卡喔 然後再來第二個你問我答超競賽 在下禮拜的時候 第二組關卡就會出來了 因為我們現在的你問我答超競賽是第一組 那在下禮拜會輪到第二組 只是要留意的是第一組的時間也即將到期 就不要忘記打囉 然後再來其他學員祭活動都算是已經介紹過了 如果想知道的話 也可以去神魔官方網站裡面 也會有神魔學員祭的相關活動資訊 再來回到繼續介紹下禮拜的活動內容 首先第一個要說的當然是 並肩夥伴又來了兩隻新角色要加入了 只是特別要說的是 他們是在11月25號就是下禮拜四的時候才會登場 而他們就會加到現在的自家嶄新時代的系列卡俠裡面 那保底的話就是火屬性這隻非常帥的蘭德南 然後當然還有一些例行的20抽保底就是這張馬 以及首次十連抽會有金光頭原石武力 以及他們有聲音藥服的兌換 然後又關於這次的大獎 蘭德南他一樣也是有專屬的語音造型 那如果這兩個語音禮包有喜歡的話 就也可以一起購買 再來要介紹關卡部分的資訊 首先禮拜一 全新的召喚師雪萊沙古迪 他的育城關卡又要更新了 將推出更多的育城點數 進而讓召喚師雪萊有更豐富的玩法搭配 然後再來一樣禮拜一的時候會有一個全新的雙周 是智能機械系列的 那這個的話現在都跟我們的大獎 是有羈絆的能力 意義機還有復刻的雙周 是菠蘿寶石系列的 然後再來來到禮拜二的時候 會有復刻的地獄機 挑戰的是這張孤禍鳥 他的話其實在早期也算是蠻實用的一張卡片 如果玩家新手會回鍋 手上的卡牌不多的話 他也是很好的選擇之一 然後再來禮拜五也是復刻的地獄機 以愛擁抱實虐者就是王昭君這張卡片 然後再來來到禮拜三的時候 會有血緣技的挑戰 知知情魄迷舞時 這個關卡就是玩家們要一直用不同的隊伍來挑戰 那挑戰到相對應的次數也會有對應的獎勵 如果玩家們手上的隊伍非常多的話 挑戰這個應該沒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手上的卡片不多的話 可能就會有點困難 因為關卡當中你使用過後的卡片是無法再去使用的 但是如果到後面不行的話 關卡是可以重置的喔 好 那麼在最後要來介紹一些日常活動的部分 第一個每天登陸說魔王石 在下禮拜一到禮拜五登陸的話 都會有一顆 一共會有五顆 然後自勝的全員 在下禮拜六到禮拜天登陸的話 會有體力回復藥劑一隻 那記得這是有時間限制的 最後還有體力滿滿 在下個禮拜會有兩個時段 在這兩個時段手勢使用魔王石回復體力 都可以獲得額外的體力回復藥劑一隻 那兩個時段就會有兩隻 喔還有新傷藥塞也會有新品上市 除此之外 前面介紹的新系列的角色語音造型 也可以用金風頭原石30例來去兌換 好 那麼下週的活動就介紹到這邊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 掰掰